众所周知 娱乐圈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圈子里的资源就这么多 大家都是在这个圈子里捞金的 所以就算是朋友之间 也都是存在着竞争关系的 特别是对于一些顶流明星来说 竞争更是非常的激烈 不过竞争也是在暗地里 明星们在公众面前 一般都是相处得很愉快的 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颁奖晚会上 更是明星们的大型社交场合 很多明星都会趁着这样的盛会 扩充自己的人脉 让自己在圈内的地位能更加的稳固 记得在前两年微博之夜的盛典上 圈内知名的八五花女星就都到齐了 当时的杨幂和杨颖 还有妮妮几人在落座后 就凑到一起玩起了自拍 有说有笑的样子 看起来气氛非常的好 然而就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坐在他们旁边的赵丽颖 却显得格格不入 因为当时的赵丽颖默默地坐在那里 拍照聊天时也没人跟她打招货 然后一些赵丽颖的粉丝看到后 都表示很心疼她 这也导致有的网友认为 赵丽颖这是被其他八五花给孤立了 特别是其他几位八五花 在被邀请上台玩游戏时 明明也是当红八五花的赵丽颖 却没能被邀请 这也难怪网友们会觉得 赵丽颖这是被孤立了 还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坐在临坐的杨颖 就和赵丽颖打起了招货 两人也是隔着椅子畅聊起来 从两人的表情中 可以看出两人聊得非常开心 看着赵丽颖探出去半个身子 就能看出两人的关系应该是不错的 而杨颖的这种行为 也让很多网友都表示被她给圈粉了 我们就是坚持做一个 想做一个很很纯粹的演员 来说可能自己的心态啊 可能各方面的一些 安排啊 可能尽量吧 尽量能做到可以安心拍戏吧 因为还有很多喜欢的人 他们确实很想看到你 这一点是我觉得很喜欢的 那你觉得对眼神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真诚热爱 事实上赵丽颖本身就不是那种 善于交际的女星 加上她并不是科班出身的 而是从跑龙套一步一步走到 顶流女星位置的 所以跟其他的八五花女星有些陌生 也是很正常的 再加上同为顶流女星 根本就没机会合作 所以赵丽颖和其他的八五花不熟 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在这些八五花中 杨幂是交际能力最强的一位 可杨幂和赵丽颖的关系 却一直都不太好 记得有一次两人同台领奖时 两人都是装作没看到对方 连招货都不打的那种 所以在以杨幂为主导的八五花圈子里 赵丽颖才会融不进去的 说起赵丽颖和杨幂的关系 为什么会这么差 那还得从2012年说起 当时的杨幂已经凭借公索新玉大祸 成了圈内炙手可热的女星 而赵丽颖却刚在圈内展露头角 所以她就接拍了公索新玉的续作公索珠莲 在剧中赵丽颖的发型和杨幂在公索新玉的发型很相似 所以就被一些网友误认为是杨幂 之后感到很无奈的赵丽颖 就在社交账号发文 为什么总有人把我认成是杨幂呢 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偶像长什么样子吗 难道大眼睛书中分拍公的就都是杨幂吗 这言论出来后 瞬间就在网上炸开了 很多网友都纷纷指责她在内涵杨幂 后来舆论越来越夸张时 赵丽颖选择了公开向杨幂道歉 说是因为自己当时年少轻狂 说话比较直接才会说出那些话 之后这件事才告一段落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赵丽颖和杨幂就再也没产生过交集 加上两人都是顶流女星 更是没有合作的可能 那么对于赵丽颖和杨幂 你更喜欢谁呢 在前不久的时候 因为有网友说丽颖长得像杨幂 你在微博上就很大胆直接的回应了他们 所以这件事其实也惹了一点风波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微博 好玩的或者是你觉得比较夸人的话 没有太多人会注意 反而就是你说一些 这样比较直气筒的话 可能大家就全部都过来关注到了 但后来我也紧跟了一条 也就是道歉了 道歉了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